戴上頭盔手持遙控器 來到沙灘跟著指示 就能知道遇到離岸流時該如何自救 帶著你回到海灘 五人國小參與教育部 5G新科技學習示範學校計畫 將5G新科技與校定課程海洋教育結合 以離岸流為主題 透過VR虛擬實境的方式 提高學生對水域安全的認識 那我們希望孩子透過VR一體機的設備 去用另外一種全新的角度 去理解離岸流行程的原因 還有孩子在遇到離岸流的時候 他如何自救的一些措施 因為這是一個蠻新奇的路徑 我們也希望孩子透過這一個過程 可以加深他的印象 對他的安全的防範能夠有更加的提升 體驗完就要進行小組討論 從反饋思考中 更能深刻認識水域活動潛在的危險 與安全意識 五人國小也將進行一場 結合英文領域的5G新科技 元宇宙課程 展現校方對5G新科技創新教學的承諾 與努力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